现在我讲解一下素描石膏像的画法 我们看到这个嘴是石膏像第一步 将它分为块面结构线 轮廓线就是它的边线 结构线就是它是一个立体 你看这个嘴有很多条线 最弹性的线就是结构线 即是这个平面分为几个转接的位置 例如下嘴唇和上嘴唇 嘴唇中央的位置的变化很突出 所以它将结构线规划 画的时候就很容易看得到它的变化 根据哪一条线 哪个位置变化 这个叫结构线 结构线是很重要的 好像雕塑更加重要 我稍后再讲一讲 雕塑加是如何控制它的结构线 即是我们现在看这个嘴 即是转接最清晰的地方 就是一个结构线的地方 例如它的嘴唇中央部分 它的结构线比较明显 还有嘴唇外面的肌肉变化也很复杂 这个我们画嘴的时候要特别留意 这个是大胃的嘴巴 所以这个分块面分结构要分得很清晰 我们再看看下一张 我们通常在掃描的时候 都要用结构线 辅助线 明显交界线 然后这些线条 画出来 正是记住 正是单一个轮廓线 外面画就是单一个轮廓线 然后边线就搞定 尤其是要画结构线 明显交界线 好了 下一张是这个 这个就是写生的步骤 石膏像写生的步骤 第一次我们画了很简单的轮廓线 对不对 负载线 然后画它的结构线 结构线很明显 你看到眼尾上的地方 这几个部分 这几个部分很明显有变化 例如鼻 鼻 它画一个明显清晰的结构线 但鼻的变化很立体 一角一角 分块面去画 这个很重要 还有这个 这个也是阿波罗神 太阳神 正面和側面的分界的地方 它画得很准确很清晰 头发的边界很清晰 那画到最后 它就照着头发的结构去变化 开始起构的时候 它用辅助的方法 把头发分为两三块很清晰的地方 好 接着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最后完成的效果 就是黑漆漆背景的 它的阴影 你看这个阴影 耳寨在旁边的阴影 很陷糊 很蒙 因为阴影和阴影之间 是很蒙的 很蒙的 最清晰的是明暗交界区 即是明暗交界的地方 或者是售光面比较清晰 这是一个达点 这个叫做售光面 我们看看第一章的比稿 售光面的阴影 是淡色一点 所以整体感 整体感 淡色一点 所以眼睛 这个完成的石膏象 就是一个立体感 明暗 中间的分色很清晰 这一点要留意 这个叫做 另外一个石膏象 这个狐骚 这个应该是 箭神 这个雕塑 好像是箭神 它是 糊塑 它糊塑很小 很小 但是睁眼看 或者走远看 它糊塑是一个整体 整体感很重要 所以不可以局部 它的明暗 是整体的比较 这个分法 这是一个 1234 写生的步骤 开始滑轮盖 附座线 眉暗交界线 接着 第二步骤 就是轻轻地打回 眉暗和暗 第三步骤 将暗的地方 画清楚点 暗的地方 的阴影 模糊交界 画清楚 到了第四 就加强深色 又加强 浅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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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很坦的步骤 不用太过破肺 买很多 用很淡的3H 2H 去画 已经足够了 浅色部分 浅色部分 浅色和深 是拉得很开的 鸣 鸣 鸣 是拉得很开的 这个很明显 是一个分块面 结构线的 演绎 很明显 一块一块 把它分出来 一块的后果 是画到柔画的时候 非常有美感 一块的后果 有很多画家 是画的 结构线 分块面 分得好 所以整体减 就很流淡 一定要很小心 那你们画 石膏像分块面 有时画得不好 不怕 要拍照给我看 或者是直接跟你 在旁边说 通过网络 因为现在是网上课程 通过网络 和你们慢慢说 如何画 准备 结构线 明眼交界线 这个 这个练习 再一个 这个练习 这两个人头 很明显 就是 结构线的代表 它把 几个 没有这样 清晰转弯的地方 组合一片 很清晰转折的地方 它又分成一个很明显的 块面 这个块面 就是 对于我们 学素描的同学 理解素描 理解立体检 很重要 这个就是分块面 这个分得很清晰 好了 接着我们又去到 正宗的石膏像 这个应该是俄罗斯素描 是十九世纪左右的素描 画得很认真 很多人都画过胡苏的石膏像 你要看清楚 虚实关系 就是 明显交界线的 眼部 例如胡苏下面 那个部分 它的 明显 差别 很小 蒙蒙的 这个颈部 胡苏下面 就是阴影部分 你看到哪裏清晰 全部都是不清晰的 含糊不清 最清晰的地方 在哪裏呢 就是 明和暗的交界位置 就是最清晰的 还有影子 影子很清晰 影子 幻染后就没有中间色 明和暗 因为它是影子 清晰的地方 要搞清楚 好了 接着这个呢 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练习 这个应该是俄罗斯的学生画的 画得很有分量 画得很快 画得好 很有力量 这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 明眼交界线 画得好 明眼交界线的眼部 它的头发 胡苏 耳朵 是很咸糊不清的 要记住 很咸糊不清 如果看清楚 这个呢 就没有了整体鑑 渡到都这样清楚 就没有了 虚实 虚实的地方 它用得很好 所以整个立体出来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年质 是俄罗斯美术学院的 一个和学生画的 非常之成功 这个呢 这个都成功 这个呢 它看过注重 一样 各部的 变化 它太过注重 头发的变化 所以画得很精细 这个画是俄罗斯 美术学院的一个 课程 那么很多美国人 过去俄罗斯美术学院 学素描 这是美国人来的 一个其他学俄罗斯 画素描 非常精细 我們上次說過大衛 大衛很多人 美索學院很多人說大衛 大衛放在中間位置 很重要 成為最標準、最有型男士的象徵 這個大衛象 這張畫得很好 怎樣好呢? 虛實 虛的地方 例如頭髮陰影的地方 它是很模糊的 例如耳仔也是 很模糊 但在優立腸 它是其次鮮明的 美顏分出來 所以 顏的地方是咸糊一點 蒙茶茶一點 這個好像很漂亮 每個地方都清楚 甚至陰影的地方都清楚 這位同學畫得很漂亮 但是 這是不合格的 不夠立體感 不夠局部 和整體的分別 它分得不好 所以 每個地方都清楚 相反是一個失敗的練習 這個 這個 又說回這個 跟剛才這張比 這個立體感很強 如何強呢? 虛實 用得好 虛的意思是陰影 耳仔的部分 是很無農 把它融化了 所以虛的地方很好 實的地方 當然 明暗交界的地方 是很清晰的 所以 它 明暗交界的地方 和 受光面 它畫得很清晰 所以很立體 這個石膏 石膏狀 所以 有一個成功的賴子 這個也是很有型的 它的角度有些變化 雖然是比較清晰 但是 它又不是反差很大 它有少少清晰的陰影部分 明暗 但是 它靠近眼看 走遠看 這個石膏狀 也是很成功 整體感很好 這個也是很成功的練習 整體感不錯 這個 雖然很成功 但是 它的眼睛好像太大 嘴好像不太像 這個圓著 好了 接著我們 今天講到 這麼多章 那個練習 你有什麼討論 可以跟我們討論 我會把這個片 成為我們掃描課程的 一個教科片 就是 如何畫石膏像的頭像 如何畫分塊面 如何畫些細緻的地方 我們 這個 成為一個 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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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